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亲爱的是一部以拐卖题材的电影 黄博、赵薇等人在里面发挥了高超的演技 也多亏这些电影反映出了社会的黑暗面 让被拐卖的儿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黄博和郝雷在里面饰演一对离婚的夫妻 他们的孩子还小,被法院判给了爸爸 两个人轮流共同照顾着孩子 有一天,爸爸的朋友有事 就让他暂时照看下网吧 就在他在调节网吧纠纷的时候 儿子看到了妈妈的车,便跑过去追 可是在半路上被陌生人抱走了 他的父母可能心比较大 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发现孩子丢了 发现孩子丢后,父亲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 慌忙打电话报警 警察却说,不到24小时,无法立案 这段的黄博眼睛爆棚,声音颤抖着 似乎连语言都阻止不好 却还要维持着一个成年男性的责言 求助警察失败了之后 他和前妻去火车站搜寻 可是一无所获 过了24小时,去警察局看监控 终于确定了孩子是被拐走了 可是没有任何的寻找线索 之后他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寻找孩子 包括到处装盯学人启示 虽然他们也知道这种方法,希望渺茫 但是当家一丝一毫的希望也好啊 由于赏金 不少人都起来假装找到了他们的孩子 被骗了一次又一次 他们仍然保留着一次希望 爸还穿着一有学人海报的玩偶服 在街上发传单 后来他们也渐渐绝望了 发布的学人启示上甚至写着 如果认识买了孩子的人 请他们别给孩子吃桃子 因为孩子对桃子过敏 离婚的夫妇两人都无法安静生活 甚至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 他们一同加入了一个组织 万里寻子 前期在万里寻子的聚会上 声泪俱下的坦白 孩子被抱走之前 他其实看到孩子在后面追车 但是因为有急事 所以并没有在意孩子 没想到 在反光镜里看到孩子 竟然是最后一面 终于 警察抓到拐卖团伙 在这个团伙里的拐卖名册里 他们仔细找有没有像自己孩子的 可是却一无所获 终于 他们收到一张很像儿子的照片 找了过去 孩子头上的疤和自家的儿子一模一样 他们要把孩子抱回家时 那家的养父母穷追不舍 三人扭打起来 一起来到了警察局 原来啊 这个女人是人贩子老婆 赵薇在这里的眼睛非常感人 把养母内心的矛盾 对孩子的爱 对丈夫以非法途径 拐卖孩子的恐惧 对即将失去养子的感情 夹在在一起 警察得知 孩子是被拐卖的后 赶紧让男女主任领回家 然而 儿子不想回父母家 因为他习惯了和养母在一起 甚至对着亲生父母说 警察叔叔把他们抓起来 随后他们各自结婚 组建了新的家庭 赵薇演的人贩子妻子 也是受尽了苦后 开始了新的生活 看完这个电影 真的觉得 人贩子都该死 他们为了利益 一下子就可以毁了一个家庭 死有人的一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